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 肖绰在一不容辞的为父亲分忧的同时 很快的也在前朝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 但景宗的身体并没有因为有人分担处理政事就逐渐好起来 而是在前恒四年就和这个世界说白白了 嗯 所以说啊 做人要节制 景宗去世后 朝局再次动荡不安了起来 这时候的圣宗才十二岁 主少国仪在契丹这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更是如此 远的不说 辽太宗死的时候 长子耶律锦才十余岁 诸将因此拥护耶律软继承皇位 也就是后来的辽世宗 而耶律贤作为辽世宗之子 在火神殿之乱后也并没有顺位继承皇位 而是由太宗长子耶律锦继位 萧绰这时候要如何稳定政局 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在景宗支持下 拥有了不小的权利 不仅可以自称政 甚至到了皇后裁决 报之之地而已的地步 但这始终是建立在景宗在背后支持的前提下 而景宗的逝世 让他的政治报复失去了背后的支持 但他并未因此被打倒 内政上 萧绰依靠耶律协真 韩德让和释放 对外有耶律修哥 很快 朝局再次稳定了下来 萧绰也近期成为我们熟知的陈天太后 他设政期间 正式将科举制作为契丹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下来 这是他和景宗在宝宁八年就开始着手准备的事情 宝宁八年十二月 他与景宗下诏 开设供院 圣宗统合六年 正式在全国实行开科举施 显德佣人制度 并不以民族出身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这一制度为萧绰选拔了不少可用之材 同时因为当权者对于文教的重视 当时的契丹对于学校 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有大幅提升 契丹的官僚队伍逐渐如华 作为汉臣 韩德让是他各项如华政策最坚实的支持者 在萧太后的执政期间 契丹的制度产生了一个全面的变化 两人更是在统合二十二年 清真法宋并立主合议签订了禅渊之门 宋了议和之后 没几年 圣宗也与一见分 萧绰自觉可以养老退休了 通过契丹传统的猜测力归正于圣宗 而退休没多久 萧绰就去世了 同样是能力出众的太后 萧绰和树绿萍却完全不同 树绿萍崇尚齐丹原本的乌勇 反对汉化 因此驱逐了身受耶律阿宝基 看化理念影响的长子耶律贝 福利赤子耶律德光为帝 而萧绰则是坚定的 儒化政策的推崇者和执行者 虽然他也偏宠赤子耶律龙庆 但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要 动摇长子的统治地位 文武双全的耶律龙庆 在圣宗一场也始终融宠加深 死后被追赠了皇太帝 萧绰死后 韩德让作为合一的促成者 继续维护宋良两国友好的局面 以至于他死后 宋朝方面产生了 合一是否会受到影响的担忧 不过这份门约 还是很好地被双方维护着 出使辽国的陆正 用他八卦的笔杆子 也为我们提供了八卦的谈资 而在他们身后 在南方的宋朝 也正有一位贫寒的皇后 正逐渐成长起来 续写女主的传奇 关于契丹国 宋良关系 难知萧绰寒多让的更多内容 我们之前已经做了 四集相关的视频 欢迎各位收看